乡村爱情期开拍了 由赵家班原班人马打造的乡村爱情期 近日在辽宁工厂里开机 没有正式邀请媒体不接受采访 这次的开机仪式办得非常低调 自从马年春晚祖宣布 冯小刚赵本山分别为正副总导演后 两位焦点人物就从公众视线里消失 任命状公布了一个月 不知本山大叔有没有感到 压力山大呢 自言没有压力也不承认有秘密 但看架势本山大叔是不打算停下来 和记者好好唠唠春晚的话题了 不过至今为止 春晚组一直按兵不动 到时不少明星已经主动向两位总导演靠拢 高呼我要上春晚 当然也要逢他请你找我 要春晚的话 说老实话 就我爱唱歌 要给我唱歌我珍惜 我义不容辞 如果像我这个面孔出现在他的小品当中 可能也是一个挺惊喜的吧 在拒绝苦等两个多小时后 赵本山终于首开惊口 透露了一点春晚筹备的最新进展 有想法了吗 他可能在国外呢 他在国外 他15号回来 15号回来 那您会去跟他见面吗 是有这个想法吗 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想法 那是有进展了还是能谈 这开会呀 再继续